但是冬季奥运会真的希望有那么一两项 因为冬季奥运会本身达标的特别 就是觉得恐怖的状态 然后你要有那么一两项 这个单项有三到四 甚至更多运来达标 然后你要进行这种选拔赛去参加冬季奥运会 那还真是说明 这个项目的整体水平了 马上是谢震燕的男子二百米 谢震燕呢 就是这几年的大赛 包括历练啊 真是经受住了这种检验 尤其是在2019年的多哈 当时他是一百二百 接力三个奸向 谢震燕还真是完成了任务 这在我们中国运团 在世界大赛当中呢 应该也是完成了一个通过 他在整个赛程当中 是连比了五枪 而且那五枪是高强度 二百米是比了三枪 都是世界级的 都是世界级水平 而且都比到了20秒 二零的水平 这个呢 我觉得特别有说服力 先来看看决赛的道次 第八道是广东的洛文艺 第七道是湖北的郭一阳 第六道是来自广东的阎海滨 2003年出生的女员 今年只有17岁 广东的小将 天津的宝勒尔 宝勒尔呢也是 这届比赛也是多项奸项 第四道是四百米冠军 郭忠泽 郭忠泽现在的这个状态 也是非常稳定的 第三道是谢震燕 来看看谢震燕在今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去冲击冠军 他真是赌场作战啊 也希望在自己的家乡 能够有好的成绩展现 这是中国四城 100米接力队的成员 湯兴强 也是速率能力非常强的一个运名 第一道是来自辽宁的李仓浩 葛曼奇刚才的那个意外呢 也让谢震燕稍微的警觉一些 虽然要很放松 而且绝对信心 但还是要更专注一些 尤其听枪的状态 谢震燕这次的比赛呢 他的100米预赛决赛200米预赛 他也是一个上升的事 我们看他每枪呢 都能找回接近自己的最好水平 这就是一个很强的调整能力 好的比赛开始 启动加速 谢震燕的这个节奏 已经完全体现出到了弯道进直道 这是谢震燕的一个优势区 但脚下呢 因为可能地有点滑呀 还是抓地有点不稳 但是最后50米 来看看来内道的汤兴强 外道的广东的颜海斌 给他一些挑战 他还是有些放松 最后应该是放了几多 放了 七一 就是还是拿到冠军是第一要务 对 二十秒七 因为他也一期跑 完了 这个在弯道是一期跑 就优势就出来了 对 把这个优势完了 过去只保持下来 今天呢就是稳定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场地确实有点滑 谢震燕的前70米 这弯道加速应该是100% 但是他这个弯道 进直道的这四五十米 我觉得脚上的抓地力呢 还是有点迷并的路 这块跑得非常好 大家从他看出来 这是谢震燕的能力 对 但是就这个位置 这几步 谢震燕有点晃 这一点呢 它是有一个明显的降速 如果这一点如果能连接上 应该是三零以内的 三零的水平 但是这一点呢 如果连不上 后程保持度下来就是七零 谢震燕最后呢 也是决赛还也放的几度 决赛还是放的几度 看来对成绩呢 没有太大的要求 好 再来 绝对 拿到冠军啊 这是谢震燕 整阶全球景标赛 这100米200米两个单向的目标 这个我曾经跟一些短跑的教练和运动员聊过 这个谢震燕有跑的技术啊 确实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特点 那么你要完全模仿 这个谢之夜这个技术动作 那是很难的 但是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 那么比如说他最后这个 脚底下这个动作 这个宽的伸展 所以说谢之夜这个跑的技术 已经在很多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引起了关注 并且把他这些优点 能够去学到了 这样的话使得我们整个的 100米也好200米也好 整个的技术往前推进一步 对 我们来看看那谢之夜的采访 今天感觉怎么样 你有没有受到之前那一枪 葛曼奇强跑的一个影响 你刚才出发的时候 有一点吧 对 蛮可惜的 我在赛后也为他感到可惜 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出发当时 保守一点的启动 我启动一直以来都挺保守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怎么评价 七零正常 成绩来看肯定是不太好的 其实今天分配的第三道 还是对我有点 对对对 弯道 跑的会相对费力一点 所以后程会 这个力的分配会相对受一定的干扰 总体而言跑得比前面几次要舒服一点 今天是第四次登场了 感觉比白米好像是逐渐进入到状态了 而且你的弯道过来 还是觉得保持速内能力非常好 对 就感觉稍微 开始出来一点 跑开一点 就感觉没有尽兴 对 所以真的是感觉一枪一枪找到了那个感觉了是吧 对 我觉得运动员还是要以赛事为主 那种赛事一枪一枪的去找感觉很重要 我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就是一枪比一枪跑得要 自我的感觉会更舒服一点 之前你就说你是个进入状态比较慢热型的选手 所以说这场比赛四枪可能直到最后一场了 才慢慢找到一点比赛的感觉 对 差不多 就是最后一枪稍微感觉有点像在比赛了 对 所以之前这个测试跑了80 那这次这个70也结束了2020赛季了 所以对这个赛季你有个什么样的一个总结和评价呀 非常不同的一个赛季 对 非常不同的一个赛季 应该说不是很完美 然后留有很多遗憾 但是从这个赛季当中 我们也寻找到了很多问题 然后应该来说 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糟糕 但是还是有收获的一个赛季 那这场比下来四枪 你觉得你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收获是 认可了一个前面的训练 我的一个整体的技术动作 没有特别大的 特别大的丢失 但是整个状态也好 整个兴奋度也好 整个比赛节奏也好 丢失的比较厉害 这是需要我们明年 需要格外去重视的 所以我觉得 从成绩导向来看我们 这个赛季很糟糕 但是从我们 以训练的角度收获来说 我们为明年打下了一个 很好的模拟战 可以在明年去 有针对性的进行调整 对有个大方向 好 这场比赛是出道季见风的 整个的赛季呢 整个赛季也结束了 我觉得 今年总体来说 赛季并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还是在比赛当中 找问题和 和你所获得的收获 从这点出发 我们还是收获了好多 所以好 谢谢 谢谢